高雄市积极的推动近零 像是市场陈其迈他就和局处首长 日前是参与碳中和内部查验员的证照课 学习碳中和碳中和的标准 还有碳权抵换等概念 他们继六月取得碳足迹的证书之后 是再通过了国际查验机构的考试获得证书 陈其迈表示碳定价时代来临 过去减碳是道德的动机 但是如今已经成为市场趋势 高雄作为制造业的重镇排碳占全台的五分之一 为了要提早因应在去年就成立了近年学院 也要求局处首长必须要取得至少三张的证照 也让政策和近零接轨